发明 这个发明的东西产品总共有六大样 其中包括自拍神器 我们从第一样来看起 汉伟先提一下前面的四样 第一个部分就在于3D列印的部分 当然台湾最近的3D列印股票不是表现得很好 但如果就这个所谓的一个技术的发明来讲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最近我家里面有一些所谓的一个小东西坏掉了 那你会发现到你要找那个零件维修真的很困难 有一些可能十几二十年的零件都已经停产了 买不到了 所以这时候我就想说 如果家里面有一台3D列印机的话 自己把原本好的零件做一个列印的动作 就可以用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3D列印在未来的一个几年里面 它应该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只要成本能够有效的降低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3D列印除了我们一般家用以外 连医疗用 甚至说更高阶连房子都可以盖了 也代表说这个科技的进步的程度 真的是大家难以想象的 那再来看到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大家很熟知的 Apple Watch它认为说是今年最佳的一个发明 但是还买不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发明的一个概念来讲 我觉得智慧穿戴这个东西 其实它的概念已经很久很久了 但是一直到Apple Watch出来之后的话 大家才对它重燃了热情 为什么 因为整个Apple在相关应用面的一个设计上面 非常的完整 Apple Pay 还是说你整个一个所谓解锁的功能 甚至说连自拍的功能 这些等等的功能都有了 那才会引发整个所谓的一个科技迷 对这个所谓的智慧穿戴装饰的一个想象 跟它的一个想买的一个程度 所以明年的Apple Watch这么一推出来 就整个苹果的产品全部都是结合在一块 对不对 手表啦 iPhone啦 iPad啦 这些等等 穿戴装置 还有包括了携带式装置 全部都一气呵成 对 也就是它产品线越来越完整 也就代表说整个苹果民要花的钱 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个当然也就代表说 他们才是认为说 这个Apple Watch的部分在今年 其实是一个很创新的一个发明 那在第三个部分就是 Surface Pro 3 也就是说整个微软 推出来的所谓的微软的一个平板的一个部分 他认为说在今年是一个平板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产品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一个微软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它在平板这一块 它的作用系统一直没有办法打败 所谓的Android系统 跟所谓的iOS的系统 那这个Surface Pro 3出来之后的话 大家发现到 这个平板其实评价都还不错 因为跟整个Windows 8.1的一个结合 非常的好 在商务人士使用上面 它其实是一个无缝接轨的一个状态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在于说 这个所谓的一个智慧介质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这个智慧介质 我也觉得很有趣 就是它其实是把一个所谓的晶片 做在所谓的介质里面 那你相关就有一些所谓 类似物联网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去类似感受心跳 这些等等的功能 都可以做到比较 我们讲穿戴装置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 能不能热销的关键是在于说 这个产品够不够美观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Apple Watch很漂亮 智慧介质也很漂亮 所以会引发大家对这个 所谓的智慧型穿戴装置的一个需求 所以它把它评比为 今年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我印象中那个智慧介质 好像日本做的对不对 我记得没错好像是美国的一个 一个好像是大学生发明出来的 对那单价其实还不太贵 好像一万多块台币就有了 发明想象无限大了 刚刚已经看到了四样 还有更厉害的后面两样 比你是什么 接下来看到的话 是在飞行滑板的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近期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上面 有一个有趣的一个报导 就是说有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后脑勺被滑板K了一下 那么记者就是去采访飞行滑板 所以那个记者就是被漂浮滑板打到 不是他被传统滑板打到 但是他是要去采访这个漂浮滑板的一个发表 那很痛 对那这个漂浮滑板的话 就是像我们过去看那个 回到未来那个电影里面 非常吸引大家注意到的那一个漂浮滑板 那现阶段的话 已经有厂商真的做出来了 只不过说它的售价要比较贵一点点 一台的话可能要价台币30万 而且使用的区域还有一些限制 所以说现在它可能还是在一个概念 或者是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大量量产的阶段 它到底是用什么原理让它漂浮离开地面 它应该也是一样用磁力这样的原理 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磁浮列车这样的一个方式 同性相斥的原理 对所以说它才会说只能够局限在 它的那一个方方的那一块区域里面 去做漂浮的一个动作 但是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明 那另外的话 近期应该讲说今年以来 最夯而且很实用 且已经量产的伟大发明是什么 就是自拍神器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一根棒子 这个自拍神器有多么的红呢 从今年开始大量量产开始的话 你会发现到雅虎拍卖上面 那个搜寻引擎 前几名就是自拍神器 而且卖得相当好 连我自己也有一只 我要去吃那个螃蟹 现在秋天螃蟹寄到了 去万里吃个螃蟹 拿起自拍神器出来 派一下全家人吃螃蟹 旁边的这个 这个也是这个客人 也在问你去哪里买 不是问陈老师你好 是问你去哪里买 而且我的朋友带着自拍神器 去那个欧洲旅游 连老外也在问他说 那你这个自拍神器是哪里卖的 因为自拍神器带着你到外面 根本不用拜托人家帮你拍 对不对 对很好用 别人帮你拍都会切头啦 切尾切脚啦 对 这个自拍都不用 而且这个自拍神器啊 从原本阳春只有那一根棒子 现在进阶到有蓝牙可以遥控了 所以实在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现在这个自拍棒啊 又落伍了 最新的啊 已经开始进阶到飞行的自拍神器了 因为英特尔啊 他有办了一个这个穿戴式装置的一个发明竞赛 那其中有一组团队呢 他就发明出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飞行的自拍相机 他平常的话呢 就像是一个四轴的相机一样 可以戴在手上 小型的 他的大小大概就一个手掌大而已啊 他可以戴在手上 就像是一个手表一般 对 可是你要拍照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自动解开来升空 就好像那个哈利波特电影里面 有一个惊叹子有没有 对 他会啊 就飞上天空一样 而且更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除了他可以自动升空 然后遥控之外 他还会追踪你那个使用者 也就是他飞在空中的时候 他会持续对准你那个使用者来拍 那我问你哦 因为我们拍照都怕那个手震啊 要防震 他因为他在飞啊 他可以拍你的画面拍的水平很够吗 就目前视出来这个画面上面来看 应该不至于会有太大的一个手震 或者是震动的一个情况 你看那个画面还倒蛮清晰的 我懂了 因为运动者他在动 然后他拍的又是大浪井 对不对 所以他基本上不用太在乎说一点点摇晃 对不对 是这样吗 也或许吧 或者是他已经克服了那个震动的一个技术 而且呢 你飞飞飞拍完之后 他会自己回来哦 回来到你的手边 真的哦 对 就好像真的是那个哈利波特的惊叹子一样 所以这一组的一个产品啊 他说获得这个Intel竞赛的几率很高 而且他发明者他又说 如果真的有拿到那个研发奖金的话呢 他就要在明年量产这个东西 所以这也是现在很酷的一个飞行自拍器 那当然现在那个自拍神器又衍生出来 有更多的配件了 除了说简易的自拍架之外 还有可以强调那个望远镜头的一个 这个望远镜 甚至像是什么鱼眼镜头啦 微距镜头啦 广角镜头 哇 我家里也有一组啊 这些都是像现在手机自拍的一个最好配件 好 这些配件的价格就在画面上给您做点参考了 不过说到了拍照 如果您是冠金的好友 又在他的粉丝页 您知道冠金好会拍照 冠金啊 你那么爱照相又那么会拍照 叫你买个自拍神器 你要吗 其实我的想法是认为这个自拍这个东西 女生比较适合啊 因为我比较没有在自拍 所以我可能是不会去买这个 而且其实老实说 我们刚刚解释一下那个 他那个飞行那个东西 其实现在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技术来讲的话 很多相机可以做到五轴的防手震啊 那个东西飞上去 理论上他是拍起来的话 你看不太到他的一个震动啊 难怪那个拍的稳度都那么够 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放这什么的五轴防手震 我想他们很厉害 他们就利用一个 我们知道iPhone里面最有名是什么 陀螺椅啊 陀螺椅他可以知道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样 状态他去做一个修正 其实现在大家都做得到 所以那个也是看不同人的需求 我要补充一下 我认为说自拍神器的发明 应该要拿诺贝尔的和平奖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发现到 男女很多的真识是因为拍照而起的 现在有自拍神器 其实女生自己拍 男生就不会被骂 像我常常被我老婆骂 你怎么不会取景啊 你怎么拍照都模糊啊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瞬间 你都没有拍到呢 后来我有自拍神器 他就自己拍就好 他再也不会骂 我觉得这个发明真的非常好 好 我非常认同 因为你在讲的时候 我耳朵一直传来说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可是现在男女情侣 也会因为这个吵架 所以拿和平奖是 对 我就要拿和平奖 好 这个跟大家最佳分享 科技万能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希望台北股市也要多一点点人性 人气在哪里呢 明天看板重点 好的 我想这两天有反弹 不过我想第一个重点就是 因为这个欧洲股市涨 大陆股比较涨 不过欧洲股市是宽松 大陆是降息 但这个的助长力道不是那么强 他们本身自己有资金 但对我们的助长力道不是那么强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在显前的话 震荡整理的机会可能还是稍微比较大 那第二个因为现在整个结构的话 像之前华金科涨比较多 今天压力就比较大 核硕涨比较多 今天压力就比较大 益金光涨比较多 今天压力就比较大 所以整个大盘的一个结构性的话 其他还是属于这种轮涨速度 还是蛮快的一个格局出来 那我觉得选权的话还是震荡整理 我个人认为还是震荡整理 那观察还是在金融股 我想今天金融股强 航空城一开盘急拉 完全都是政策指标 开所谓的选举支票 所以选举权的话 一些选举支票 包括金融股 或是这些政策指标股的话 就是观察中心 但是明天还是要观察 就是说MACCI因为有调降 所以原则上明天生效 被调降的个股 是不是有受到冲击 但被调升的个股的话 也许会拉尾盘 可能会对整个大盘的一个震荡幅度的话 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感谢文塞了 刚刚提到一个点最大关键 选前的这一个礼拜 因为肋骨轮动速度很快 拜托大家 您的操作 还有敏感